克里国务卿星期四在基辅对乌克兰政府表示支持 同时呼吁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和平解决方案 他同时指出不能有他称之为单方面的核尊 俄罗斯和分离主义分子正在夺取更多的领土 恐吓更多的平民 而且拒绝参加严肃的谈判 是谁在这里阻碍和平前景 对此不应有任何的疑问 他们继续拒绝让乌克兰控制自己国家的边界 法国总统奥朗德和德国总理默克尔 在基辅提出一个停火计划后 星期五前往莫斯科与普京总统探讨这个计划 我们将提出一个在乌克兰领土完整的基础上 解决冲突的新建议 自去年四月以来 乌克兰部队和亲俄反叛武装在乌克兰东部的战斗 已经导致五千多人丧生 西方国家说 俄罗斯正在向反叛分子提供直接支持 德国和法国反对给乌克兰提供致命性武器 但白宫仍在考虑这个选项 总统将做出一个他认为符合美国广泛国家安全利益的决定 其中会考虑到这个决定将对我们的盟友产生的影响 北约军事官员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制定有关北约在东欧军事存在的计划细节时 集中讨论了盟国对乌克兰冲突的反应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说 世界需要全盘考虑俄罗斯的事态发展 而不是仅仅考虑是否为基辅提供防御性武器 通货膨胀 缺乏投资 人员外流 俄罗斯货币币值降至历史的新低等等 这些都反映了侵略行为给俄罗斯带来的后果 哈格尔说 军事是一个方面 但不是决定最终如何解决这个冲突的唯一手段 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布鲁塞尔报道 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布鲁塞尔